嗯 OK 那么这个加密我们要干什么 其实你们已经比较清楚了 因为你们是做过加密 对吧 咱说这个事 所以这不再过多的追溯了 总之你就知道 用户的密码是不能存名文呢 那么任何一个网站上面也不敢存名文 因为第一没必要 第二呢 谁存了 是不是给自己找风险 对吧 是这个 那么 加密的这个过程 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图里边体现出来了 这两个过程的体现 第一个是 新应户添加 或者新数据添加 一半都是新应户 密码 对吧 一半都是应户 它的注册时 它是不要生命一个密码 我们是把加密给它存起来 对吧 它登录的时候呢 它会够查过来一个它的密码 但是明文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的明文加密 和库里边的密文对比 这样是不是两个过程 就是加密就是两个过程 登录和注册 全部通知吧 而这个登录 是不是已经由这个share来接管了 对吧 登录中呢 我们会做一些个小的改变 但是代码几乎几乎没什么太大的改观 好吧 然后注册这个事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把它加上 才能把它测测测的完整呢 行吧 那么注册中 我们是不是涉及到密文的初始生成 登录是涉及到密文的生成 以及和原始密文的比对 是不是对 是吧 我们一个一个说 在说这个完成的过程之前 我们先干嘛 我们先来说一说加密本身的事 首先我们采用的加密算法 是散列算法 哈希就是散列 我们是哈希的加密算法 或者说是不可逆的算法 是吧 加密里边有有有有有基本概念 比如有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 什么叫对称 加密的密钥和解密的密钥 是同样的 就是对称的 对吧 非对称的呢 咱们用过 那个RSA还记得不 咱们学Gate时 是不是公私钥 对吧 加密用公钥 解密用私钥 而公钥私钥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到你的本地的 那个用户目录下去看 公私钥完全不一样 但是用这个公钥加密的 必须用这个私钥才能解密 那个算法会为你生成 一对一对的公私钥 它们是从对出现的 好吗 这一对里边的公钥加密 只有这一对里边的私钥才能解密 好吗 所以那个一般用来做签名 对吧 做什么认证啊 做什么签名啊 就可以搞那个事 对吧 现在网上都有什么签名啊 什么 这都是搞的公私钥 对吧 搞的算法的 这样的介入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用户的这个 密码的加密时 我们采用的是不可逆加密 当然还有可逆加密 可逆加密 其实就 就没什么太大意思 对吧 比如说 我们所采用的那个 那个RSA 它就是个可逆的 你知道是不是有公私钥就可以去 你知道有公私钥 你就可以还原我的名闻呢 对吧 我给你我的密文 我再给你我的私钥 你就可以还原 但是不可以加密的意思就是说 我给你我的密文 我也告诉你 我是怎么加密的 你就还原不了 这个算法就不支持还原 它是要不可逆的加密 能懂我意思吧 而且它的特点是 如果明文一样 加密出来的 密文也会一样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能懂我意思吧 对吧 所以只要你的明文是相同的 那么密文是不是也会相同 但是明文只要有任何不同 密文呢 也会不同 而且我给你密文 你完全不能倒推输入的 明文是什么 你懂事是吧 有人说了 那MD5不也是一个不可逆加密文 MD5不是号称 你们被破解了吗 确实被破解了 中国有一教授 叫什么 叫什么来着 不是号称 什么号称 叫什么 叫小什么 忘了叫什么名字 是一个 就是这么搞这个算法研究的 他就破解了MD5 他搞出来一个算法 可以快速破解你的MD5密码 王显云 王显云 他的破解 注意点 这种不可逆密码的破解 他不是说倒推出来你的明文了 不是那个 他是一种碰撞算法 何为碰撞 比如说 有两明文 一个是ABC 一个是DF 是吧 这两明文碰巧呢 加密之后的密文是一样的 有这种可能吗 当然有 你想 MD5也好 SHA也好 他加密之后的密文 他的长度是固定的 能懂我意思吗 他长度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 长度一旦固定 那么他的可能数 就固定 比如说 他长度是32位 每一位是一个16进尺的四幅 那就多种可能 16的三十二四方 是不是这意思吧 是不是一共就这么 这么多种可能 那我的密码的可能性 要远大于这种可能性吗 我的密码的个数 是不是肯定要大于你这种可能性 是不是 比如说 一位的密码 两位的密码 三位的 四位的 五位的 六位的 一万位的 我的有多种可能吗 我是不是会有无数个密码 可以 但是 就无数个密码 都加密 是不是都对用到这16的三十二四方的这个这个范围里边 所以肯定会有相同的 肯定会有两个不同的明文 加密之后落到同一个密文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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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明显了 对吧 而他就根据这样的一个一个理论 他就做了研究 他发明了一个自己的算法 可以根据你MD5的密文 快速算出一个可以和你发生碰撞的另外的一个明文 就我不用知道你的明文是啥 我只要再算出另外一个明文 加密之后和你的明文一样 那你说我能不能用这个登录你的账户 是不是可以 这叫做碰撞 能懂这些是吧 但是 他这个破解呢 有一个要求 就是时间一定要短 你想如果说我有一个算法 能够在一小时之内做出一个碰撞 这就挺难接受了 其实 一小时破解一个 我有十万用户 你想攻击我 你攻击个什么劲呢 等你攻击完我的用户都不在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 即使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我们可以怎么说 我们可以把我们密码做的复杂一些 比如我们可以加盐 就加佐料 加点那个混淆的东西 让密码的明文变得复杂 那密码是不是也会变得相对复杂一些 然后我们会多迭代几次 迭代个十万次 对吧 那你在破 你在做这个碰撞计算的时候 是不是会比较好吃比较长 你很可能还碰撞不出来呢 能懂这些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我的我的这个密码 是不是就更更稳健 更更值得信任 对吧 我的密码做的好了 你可能要破解好几天 或者破解好几个月 那你要破解什么 那就没人破解 是没有价值 对吧 是这个 所以这是一些个相关的 相关的一些个小常识 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我们的采用这种算法词 我们会采用MD5 或者SHA 我建议采用的是SHA 因为这个更 会更稳健 比MD5更稳健 就是破解难度更大 对吧 目前SHA256的这种 结架算法 还没有很好的碰撞的算法 可以和它抗衡 对吧 就目前还是比较稳健的 以后不好说 对吧 不过这就是道过一时 不过一丈 就是如果你 如果你有了一种算法 可以很好的碰撞 说我的这个密文 对吧 那我这不可能会有 再有新的算法研究研究出来 做更好的加密了 对吧 它不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去让我来 我再跑 你去让我来 我再跑 这样一个过程的 对吧 这儿是一个 它的过程 这个过程 你们应该 你们应该知道了 不可逆吧 对吧 所以我们就需要 在我们的项目项目中 去引入这样的加密的手段 以保护我们的隐私 尤其是我的密码 不被泄露 是吧 是这个 所以如果早期 早期在网站里边 都用了加密的话 即使我告诉你 我让你看我的 我的密文是什么 是不是也没用 我让你看见了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是啥 对吧 也意义不大 所以是可以 对这儿的安保的 这个 呃 嗯 成绩变得 变得更好 呃 然后这儿 有一些个 和加密更相关的 一些的细节 基本加密就是 什么也不加 就是一个算法 把名文 对吧 一计算 得到一个密文 但这样的密文 这样的这样的 密文呢 容易被破解 就容易被碰撞出来 对吧 所以我们会加盐 盐就是 也是一个似乎串 盐也是一个似乎串 这个似乎串是随机的 好吗 我们会每个 为每个用户在注册时 随机上的一个盐 然后这个盐呢 会拼接在他 名文后边 这个问题是什么呀 因为用户在 做密码的时候 他不那么复杂的 我们就不能要求 他做的很复杂 人是用户 用户就是上帝 我们能要求 比如说要求他 用户这个密码呢 得是不少于八位 对有数字和字母 这就够意思了 再复杂 他就不愿意了 有点 对吧 但现在这都不足够复杂 但我们可以怎么着 我们可以在他原来的 密码的后边 再拼接点东西 加佐料嘛 不就这意思 加盐嘛 对吧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这个名文 是不是就比较复杂了 对吧 那么一个比较复杂的名文 加密之后 实际上是不是就更 更难碰撞 你懂这意思吧 跟你说 这个如果密码的名文 很简单 都容易被人一眼看出来 一些个见面比较丰富的人 一眼就看着 这是123 这是123 45679 因为常见 对吧 还有一些网站 号称是可以在线破解 MD5 或者SHA 或者SHA 这样的密码 它其实不是破解 它是 它是 它是穷举 它是穷举法 它存储了好多名文 和对应的密码 对吧 你是不是会给他一个名文呢 他就跟帮你找 如果碰巧你要 你给他 他存了 他就告诉你名文是什么 要没有呢 他就告诉不了你 那所以说 如果你的名文很简单 很常见 都不用碰撞 穷举是不是都可以了 能懂这些吧 所以我们肯定要加盐呢 能懂这些吧 加盐是必须的 能懂这些吧 今天是必须的 今天还不够 那么还要干嘛呢 我们还要多次迭代 何必迭代 比如说M6先迭代一次 命运A 对吧 然后就命运A再加盐 再做一次加密 这就两次迭代 那要十万次呢 我跟你说 我迭代的自助越多 你的破译难度 你的碰撞难度就会越大 能懂我意思吧 这个我也说不太清 反正算马上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也好理解 因为你做的时候 是不是工艺上 是不是就比较复杂 那他要碰撞你呢 也会更好实质是肯定的 对吧 是这个 所以我们所采用的加密 肯定是要加盐 加迭代的 就是大家有问题没有 行吧 只是小概念而已 无所谓了啊 很简单 然后我们下来 我们这儿 给你演示了一些个 基本的使用 这一个基本的API 有一个什么MD5HC 这个SHA256HC SHA512HC 这个数越大 就越复杂 我们一般用256就可以了 或者若然你 你也可以用512 好吧 这个25512 应该是他内部的一个 什么 什么长度 反正会更复杂 说越大越复杂 你就越稳健嘛 对吧 是这个 这是被逼的 对吧 写一个不行 写一个不行 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对吧 这MD5HC SHA256HC 这都是SHA255提供的工具类 不用你导额外的加包 SHA255你内置的工具类 就知道你要加密 它这边有模块是搞加密的 那个模块板就有这个工具类 咱们直接用就可以了 也很简单 就是怎么着 直接你有一个对象 把你的明文 把你的言 你告诉我 你要点击多少次 给我 然后呢 你通过一个兔子圈 或者一个兔 x64 我就能给你返回你的密文 兔子圈的密文呢 它默认是什么呢 返回这个 十六进制的 这个字符 它这边有个密文呢 这个密文可以做一个格式化 做成十六进制的字符 肯定为你展示 是一个字符串 好吧 固定一个长度 然后x64呢 是另一种格式化的方式 把这个密文 做一个x64的格式化 做一个固定长度 是吧 严格来讲 x64不算是加密 能懂得是不 x64算什么加密 他也好听说 他是加密 对吧 他就编码吧 对吧 而且还不是我们那个 字符系的编码 他就是一个 把我们的一个 不同长度的 这个不同类型的字符串 做一个 类似是个格式化 懂得是吧 就类似是个格式化而已 所以你可以用图 虽然也可以说x64 但是呢 我们建议用x64 因为x64出来之后呢 这个密文更短 字符更少 我们存起来的格式化 更方便 对吧 密文还是那密文 只不过呢 转成x64格式化之后呢 它会变短了 它会有一个压缩的作用 好吧 所以我们建议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x64这种格式 什么同志们 我们来玩一把 好吧 搞一搞 我们来 在这里 什么人 这是我们打印的东西吧 恶马这是为啥呀 这个是没写 这个先生 不写 不写向你的执行 就是打印的时候 恶心点 对吧 我们这个 啊 那凯特F2是关闭 是吧 那以后我就知道了 对吧 啊 好 然后 我们找一测试类 我们建一包 嗯 谁累 这叫做 天秘怎么说 天秘 我实在 我实在是不会写了啊 呃 我们这写一个 写装饰吧 这个 然后啊 搞家秘呗 我先来个名文 你看 一二三是个啥啊 对吧 我们来个 MD5 对吧 让我们拥有它一下 先把名文给人家 就是一个 A 然后 延呢 人就不写了 也没有迪赖 这是最技术的 加密 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来一个 tool 贝斯六四 十一四不串 这个S是不是密文了 拦一下S 这是格式化之后的 你看着 这时候被六四格式化之后的呀 还有一个这个格式化的 看着 这个tool 寸呢 这怎么可能看着 他可能是这么格式化的 tool H1 是不是转成是论质了 对吧 就是热 那你看看这个S2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等一会儿啊 看见没有 他那个是短了三分之一 是因为算法导致的 他会压缩三分之一的体量 对吧 他会短一点 所以我们建议使用这个 行吧 但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长一点是不是也虽然无所谓 好吧 但是我建议用贝斯六四 什么东西 就这个啊 然后我们再来 你看这个123是啥呀 这个你就可以记一下 它是不会变的 如果有人能明明是这个 你是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吧 当然我们肯定不用做 我们会加盐加迭代 对吧 再搞一把 明文还是这个123 行吧 还是123 然后呢 我们会拥有一个 MD5哈西 然后呢 明文是A 然后盐呢 是那个盐 是那个迭代资所 比如我们来个 先来个一万次吧 是吧 先意思意思 好 然后这个盐 我们知道随机做 对吧 那随机 这个盐注意 这个盐不用 也不用太长 差不多比如用个 用个时间的 好门事啊 用用ID啊 就够实了 不用太长 好吧 是不是就行了 然后把盐 用在这 行吧 然后我们怎么着 吐一个 Base64 这不又是一个密文了 行吧 再搞一个 NewSHA 512 什么2 什么5 2556啊 什么 你看 还什么384啊 512 什么很多呀 咱们来个256吧 你们自己再玩吧 好吧 是不是随便 用法一样 没什么区别 我们挑好了 挑这个看看 是不是散了呀 等会看看 我看看这个类型啊 SHA256 看看这个他在哪啊 这个类型啊 这个类型在 是他的一个内部类 这是谁的呀 这是谁的呀 在这儿 哎 这什么情况 先不关他 先不先不关他 我们先接着写 SHA256 然后 拥一下这个A是名文 对吧 然后盐呢 呃 扫大 扫大 然后叠代个 一半 打个包啊 打个包 怎么那么变呢 COM COM这个 这是 都是GDK的 应该就这个 哎 对 他们小写什么 是不是就这个 哦 那那那是我记混了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套啊 我们看看这个来 是不是在这 对吧 然后它是 是这样的 对吧 这个 然后来 我们也是做一个 这个 铺一个 Base64 S4 打印一下 S3 S4 少一个 这是那叠代了一万次的那个 加盐的 这个是那个SHA 那个 256的那个 对吧 这是MD5的 这是SHA256的 这个是不是略长一些 算法不一样吗 那它这样会不一样啊 是这个 那么它的使用识别 也就这么回事了 不难吧 工具类嘛 肯定会都是都是比较易用的 嗯 所以你可以参照我们这块的这个笔记 去查看它的使用方式 是吧 确实小写要记错了 然后这些个基本的过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 那我再掐一段吧 谢谢大家